其实大家关心凯米台风对云林造成的影响 其实大家都知道云林是农业重镇 不过这回不止作物受到影响 连这个养鸭场也是损失惨重 我们等你来看一下 这处养鸭场其实是位在云林陡南镇林子里附近 而其实呢 疑似是瞬间的这个强震风造成了这个围栏 是直接的倾倒 而承受不住这个鸭子的重量 让里头不少鸭子都跑了出来 而其实最严重的是呢 这个瞬间的强震豪雨也是造成了不少的这个养殖的鸭子呢 其实是就因此死亡了 还有些鸭子呢 是跑了出来受困在这个围栏跟围栏的中间 而我们也等你来看到 其实这鸭子跑出来之后 不少鸭子是跑到了这个马路上 也有些呢 是直接跑到它的这个水沟里头 而我们再带你看一下这条路上的另一头 就是这个种植的水稻田 这水稻田其实看起来还是像一片黄泥水哦 而其实稍早呢 有这个农夫大哥呢 就是在这个稻田里面来拯救他的作物 因为呢 这个田梗呢 在经过这个台风冲刷之后 其实是很有严重的这个倒塌的这个样子哦 因此这个农夫大哥呢 是赶紧来抢救他这个田梗 就怕这一波雨势来 很可能会被冲到溃蹄 那就很难救了 带你来听一下他稍早的访问 我可以看到呢这个农夫大哥刚刚在整收的这个田梗哦 上面还有新铺好的痕迹 这都是农民的新鲜 而其实根据当地农夫的说法呢 其实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水已经算是退了很多了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这个水是几乎是漫到马路上来 现在是淹得非常的高哦 而农民呢只希望说这个台风过后 能够来解救一下他们辛苦干重的这个水稻哦 避免这个灾情进一步扩大 以上是问你讲过这件事情 先进头先交换棚内 好持续内来关心凯米台风对云林造成的灾情 实在是相当严重哦 我们在所在位置是云林陡南镇的林子里 这边的民灾可以看到呢 在经过这个台风之后 其实地上是一片泥泞的 而现在居民呢是正在做这个灾后的清扫 不过也只能先把这些家具都先搬出来哦 因为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根据当地居民表示说 这个淹水是一度淹到了这个60公分 接近这个小腿度左右哦 而现在呢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民宅外头 其实就是这个床垫被 上面有满满被淹过的痕迹 还有其他的家具哦 像是这个小冰箱啊 以及一些杂物 这都已经是被泥巴覆盖了 只能先拿出来 等于小一点再来把它晒干 而这里呢可以看到 这是农民耕种的器具 也是因为昨天水实在是淹得太高了 是直接把这个机器的引擎盖过 因此整台机器目前也是不能用了 只能等这个台风之后来进行修理 而我们也来带你来看一下哦 其实在这个门口处呢 这个泥巴也是非常深的一个状况 可以想象说 其实在昨天淹水的时候 整个泥水是覆盖了整条马路 一路淹到了这个民宅里头 我们也带你来听一下 稍早居民的说法 打梅时造的 沐浅汃盖中 那現在門城都陰到 都陰海峽 那棟陰到多少個 裡面 裡面陰到這 那外面沒帶出來 那外面幾人水 好 為什麼淹水會這麼嚴重呢 根據當地居民表示說 因為附近有一條大湖口溪 在這個堤防蓋起來之後 這裡很常就會淹水 而在昨天這個凱米颱風 離開之後呢 帶來這個好雨 也是讓這邊的馬路上 是沿出了非常多的泥巴 可以看到其實呢 這個民眾是不斷地把這個泥巴 先往這個路邊推來 做一些初步的清理 因為這個泥巴呢 雖然看起來只有表面一層 但踩下去其實還蠻深的 而昨天呢 其實也發生過不少民眾 不熟這邊的路況 是騎車經過這邊 有造成這個滑倒的情形 因此呢 這個居民大哥呢 是趕緊拿這個工具 先把這個泥巴往旁邊 讓這個泥巴曬乾 才不會造成這個用路人的風險 我們小早其實也可以觀察到 除了這個機車走過去 可能會雷殘 連這個車輛 在昨天這個淹水的時候 經過這個路段呢 是直接拋錨了 也可以觀察到有這個脫掉車來 前往把這個車輛拖走 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情形 先進頭先交還棚內 持續帶來關心凱米颱風 對雲林造成的災情 我們現在目前的位置 是在這個圓掌鄉的中山路上 我也看到呢 現在整條馬路 有一半都被這個泥水給覆蓋了 另外一頭的整個路面 是完全看不到了 不曉得車輛呢 經過都必須要放慢速度 又車輛呢 是提前在上一個路口 就看到前方有淹水的情況 就會來考慮提前改到 也有不曉得車輛呢 是直接冒雨經過這個淹水喔 不過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淡寧網這邊看一下喔 整片呢 其實都淹成了 像是一片小河 這附近呢 還蠻多這個稻田跟工廠的 但現在呢 只看得到工廠 已經看不到這個路面了 而我們在淡寧網這一頭來看喔 其實啊 這個電線桿跟電線桿中間 原本是有一條路 在這個稻田的中央 可以供車輛通行的 不過現在呢 因為淹水的狀況呢 是整條路是完全看不見的 只剩下呢 這個比較高的招牌還露出來 而車輛經過呢 都會漸起大量的水花 而在雨勢比較大的時候呢 甚至會一度淹過來喔 從這個中央分隔島中間的空隙 是淹到了另外一條路上 我們等你來看一下另一邊喔 其實在雨勢比較大的時候 雨水會一路衝刷到這邊 形成像是一個瀑布的狀態 而這邊呢 其實也是這個農產的 種植的一個地方 不過現在呢 這個水淹的高度 是完全看不出來 裡面原本是種些什麼的 而這個車輛經過呢 一直的漸起了非常大的水花 雲林縣原漲鄉中上路單向被淹沒 車輛被迫逆向通過 可以看到田中間的馬路整個消失 水淹成一座大湖 而在雨勢比較大的時候呢 甚至會一度淹過來喔 從這個中央分隔島中間的空隙 是淹到了另外一條路上 淹水情況最嚴重的 斗南鎮泰山路旁 一處水稻田淹成泥河 農民不顧水深達小腿肚急著搶救田梗 這個中間的全國都有跪樓啊 都什麼倒閉到西街 哇 太多了 這是位於雲林斗南鎮 林子里附近的一處肉壓場 而這間的圍欄呢 可以看到已經是一個傾倒的狀況 疑似是因為這個瞬間的強震風 承受不住 讓這個圍欄有點倒塌 斗南林子里25號 淹水超過60公分 車輛泡水拋錨 車內滿是泥水痕跡 吊車拖走處理 而26號一早水退去後 路上滿是泥巴 民眾急忙出門清掃 還有民眾家具全部泡湯 洗衣機報廢 床墊都是泥巴拿出來曬 滿地家具雜物農耕基也壞掉 開明席捲整個雲林 高鐵站約兩分鐘路程的雪府路口 一塊廣告刊板倒塌 壓斷路燈電線就怕有觸電危機 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東南新聞張宥聖 陳向宇 雲林報導 好 但你掌握的確 這凱米颱風才剛走 現在在菲律賓的東南方海面上 又有一個熱帶擾動生成 而且現在看起來它接下來的發展 會沿著太平洋高壓的邊緣 往西北 估計在下週四還有下週三的時候 會最靠近台灣 但是跟各位觀眾科普一下 一個颱風要生成 要從它的熱帶擾動 然後才會變成熱帶性低氣壓 接著還要看環境條件 才有可能成為颱風 也就是說現在的熱帶擾動 距離台灣有2300公里遠 接下來的變數依舊非常大 不過透過這歐美模式來預估的話 它接下來的路徑其實差異也蠻大的 所謂的模式其實是用電腦算出來的 所以說這條路徑還可能會有變數 不過以歐洲模式預測的話 剛剛提到的這個熱帶擾動 如果接下來順利成為一個熱帶低壓的話 那麼它接下來往西北方向 看起來會朝台灣過來 不過其實歐洲模式是認為 因為這風切太大了 不利於颱風發展 就算靠近台灣頂多也只是個熱低壓 至於美國模式則是預測 接下來你看到 剛剛提到的熱帶擾動 沿著西北過來之後 可能會沿著這高壓邊緣 但是接下來受到高壓東退影響 這個方向還會再轉彎 不過剛剛蘊涵也有提到 因為這環境上風切大 不利這個熱帶擾動發展 所以它到底會不會成台 還很難說 就請您持續鎖定東森了 至於凱米台風 這風雨是不是差不多要停了 週末會是一個好天氣嗎蘊涵 好的你可以看的確 我們剛剛看到了 其實現在來講 這凱米台風就算逐漸遠離台灣 今天還是受到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尤其苗栗以南的觀眾朋友 可能局部還是會有好雨 山區可能會有大雨發生 至於北台灣感受上 風雨終於開始有空檔了 也許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但是不定時還是有可能會有間諧降雨 明天就周末了嘛 那麼可以看到是南部還有台東地區 還是有可能受到因為吹南風的影響 陣雨不斷那麼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至於北台灣中部以北的話 則會變為比較典型的夏季天氣 主要是以午後熱對流的這種雷陣雨為主 還是要留意喔 這個週末如果外出的話 這個天氣變化了 再來這一次的凱米 大家都說這雨下得好誇張喔 南部幾乎是泡在水裡了 如果我們以這一次凱米的累居雨量看的話 高雄您看到沒有 累積四日雨量來到了1743毫米 屏東、嘉義、宜蘭跟台南 累積起來雨量也相當可觀 所以說這一次凱米到底有創了哪些紀錄呢 我們透過下一張氣象署為大家整理的資料 您可以發現 如果累積到稍早大約8點40分的累積雨量 高雄的多納林道來到了1838.5毫米 如此精神的累積雨量 此外它的路徑也相當特別之外 最大震風正是在花蓮的彭佳雨 還有冬極島、蘭嶼的部分 都有13、14級的強震風 而以上是這一集的氣象資訊 再把時間還給靜宜